由美國新世界影視基地出品的故事長篇《歸途》 即將於4月12日晚網絡首映 這是該影片首次面向全球觀眾 進行多餘種免費網上放映 這部影片其實就好像山羽之間的一股清泉 它會在無聲無息當中 它的那種純淨與美好似乎就會觸碰到你的心底 同時會為你帶去溫暖和力量 我們希望藉由這部電影 也藉由這個冥冥中我們之間的那些緣分吧 我們想把更有價值的更珍貴的訊息傳遞給你 把這個也許是神的訊息傳遞給大家 讓大家每個人都能夠在自己心裡面 找到那個最純真的 最真實的那個種子 找到我們生命最寶貴的希望 找到人生的方向 《歸途》自2019年5月發布以來 接連入圍各類國際電影節 獲得的電影節獎項34個 遍及全球四大洲 我接受了個性質的 質素的這個作品 而且照片的質素 非常厲害 非常驚訝 它是意味著刺激 局員們都和我基本上都聯合 那是一個影片 真實是在在世界上的拍攝 這個影片的確保可以看待 其實我非常榮幸的是 能夠參與到這些電影節的頒獎比上 因為很多電影的業內人士 以及主流社會對我們這個作品 給予了很多的認同和讚賞 我覺得這是對我們非常非常大的一個鼓勵吧 歸途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多個城市影院放映 不論北美 臺灣 還是澳大利亞 都是好評如潮 時常出現作無虛席的盛況 即可觀看網絡首映 屆時將有多餘種字幕 供不同語言背景的觀眾選擇 新唐人記者綜合報導